第三十六集 用手臂用力地击打他两个膝关节 僵尸全身僵硬如铁 拿铁棍打都没用 唯独关节最脆弱 啪啪两声响过之后 廖青青向前直挺挺地跪在了地上 叶少阳用膝盖顶他的后背 拽住长发将他脑袋扳到后面来 手指捏成凤眼 在他喉咙下一尺三寸的地方 用力扣了一下 向上一履 廖青青张开嘴 呼出一口湿气 身体迅速发转 倒在了地上 不动了 叶少阳站了起来 对一盖目瞪口袋的警察说 愣着干什么 赶紧把尸体运走 一个警察走上进来 窃窃地看了一眼尸体 又看了看叶少阳 没事了 那刚才是 没事了 静电反映 放了电就没事了 众目睽睽之下 叶少阳不愿多说 随便找了个借口 随他们信不信 反正自己没有宣传封建迷信 廖青青的尸体 被警察搬上了车带走 他的父母也跟着离开 李多和几个女生凑上来 少阳哥 轻轻地死 哥们儿点心有没有关系 李多紧张地问道 叶少阳点了点头 廖青青死后几个小时之内 就变成干尸了 必然是有厉鬼或者邪灵所为 不过为了不给他们增加心理负担 叶少阳没有说太多 反问他 我不是让你告诉大家 要把血精符贴在窗户上 廖青青为什么没有照做 李多一睁说道 他转圆的时候 我给了他爸爸一张符 再三逐不过他 应该不会不找办的 会不会 是鬼怪太强 你的符没用啊 说完意识到自己失言了 倩疑地笑了笑 我没别的意思啊 我只是这么一说 少阳哥 你不要介意啊 叶少阳说 不可能 血精符上有我的血 一旦有鬼魂靠近 我会第一时间察觉 修为再强的鬼怪 也都不例外 可我昨晚睡得很香 没有察觉到腹有异动 李多还想说什么 叶少阳挥了挥手 算了 人都死了 再追究这个也没用了 你们几个多加小心 最好一起回到宿舍去 人气重一点 切记把血精符贴好 你就是那天晚上救我的人 一个清脆的女生说道 叶少阳转头看去 是前天晚上自己背过的那个姑娘 当时天黑 她又昏了过去 没有仔细看 现在面对面的看到 感觉她比当时又亮丽的几分 心中大为惊讶了一把 笑了笑说 哦 是我 你叫萧林 啊 那天多谢你了 我也不知道怎么感谢你 萧林睁着一对水灵灵的大眼睛 看着叶少阳 眼中满是恐惧 我也叫你少阳哥好了 少阳哥 清清是不是真的被蝶仙害死的 如果是 我们几个会不会也有危险 我现在不能确定 反正你们按我说的做 把血精符贴好 应该不会有事 要是真遇到意外 马上给我打电话 几个女生连连点头 萧林可怜巴巴地说道 少阳哥 我们全靠你了 叶少阳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 安慰了他们一番 让李多把他们带走 自己来到之前 廖清清尸体躺着的位置 向上看去 正对着404宿舍的后窗 小马也发现了这一情况 说道 小叶子 是鬼怪干的 不是鬼 廖清清是在短时间之内 被吸干了血肉 成为干湿 这一点 鬼魂是做不到的 只有某种席灵 叶少阳昂头 看了一眼 弥漫在宿舍楼上方的阴气 对着小马说 你想回去吧 我再进去看看 身后突然想起了一个女声 小山冠 你要打什么主意 叶少阳急忙回头 一队警察从对面走了过来 有四个人 走在最前面的 是昨天晚上在宿舍楼里 打过交道的那个 叶少阳还记得他的名字 叫谢雨晴 今天换上了警服 看上去有几分阴气 不过脸色却是阴沉沉的 怨妇一样地望着自己 你穿警服 倒是挺好看的 叶少阳上下打量着他 微笑着说 对了 我的常山呢 谢雨晴想起昨晚的事 脸一红 狠狠地瞪着他一眼 没好气地说道 扔了 不许再提昨晚的事 不认 我马上把你抓起来 行行行 不提 反正什么事也没有 叶少阳不怀好意地笑了笑 谢雨晴身后几个警察 立刻两眼放光 充满好奇 听他们的对话 昨天晚上有故事 见谢雨晴 张红着脸 又要发作 叶少阳摆了摆手 我不跟你开玩笑了 你们的人不是刚走了一批吗 你们又来干什么 谢雨晴脸色怀了怀说 来看查现场 死者是从404宿舍楼跳下来的 那是第一现场 我们要上楼去看看 进宿舍楼 叶少阳眼睛瞪得巨大 你找死啊 被他这么一说 谢雨晴想起昨天晚上的事 也是有点害怕 声音有点发虚起来 大白天的应该没事吧 这么多警察在场 叶少阳也不太好说 封建迷信那一套 笑了笑说 你要是不信 就进去试试 出了事 可别怪我没提醒你啊 谢雨晴愁出起来 勘查现场是任务 不去也不行 但是去了 突然冲叶少阳眨了眨眼 小神官 不然你陪我们一起进去 怎么样 叶少阳说 第一 我不是神官 第二 你们这么多人 我照顾不过来 我也没有义务照顾你们 那这样 不然就我们两个进去 谢雨晴特意求其次 此言一出 身后几个警察马上附和 上前派着叶少阳的肩膀 亲热地说道 对对对 这样最好 小兄弟 你就陪谢队进去吧 上面也不需要那么多人 我们在下面搜查一下 看看有没有什么 形迹可疑的人 叶少阳无语了 这帮警察 怕鬼都能找到 这么冠冕堂皇的借口 不愧是宫门中人 他抬头看着谢雨晴 你真要进去 当然了 这是任务 你就帮帮我吧 谢雨晴抛了个媚眼过来 行吗 我也总不能看着你送死 叶少阳塌了口气 这才乖嘛 谢雨晴上前 狠汉字地搂住他的肩膀 拍了拍 完事之后 姐姐请你吃大肉包子 大肉包子 叶少阳语气非常的怪异 挠了挠头 目光从他身上扫过 也不知道为什么 把目光落在了他的胸上 谢雨晴想起了什么 一拳打在他肚子上 立臣千军 我看着你 你来看着你 像我这么说 那我就听不过 那么有意思 你帮我